好 回到我們台灣個人的最新消息 趕快帶大家來掌握 那麼倒閣案失敗了嘛 民進黨下一步要做什麼呢 告訴大家下一步確定要來罷免 馬英九總統 最新消息我們請記者邱聖文 來告訴大家 聖文請說 好 主播那你關心 在立法院今天的倒閣案 最新結果出爐45比67票 這個在野黨實在是不敵執政黨的多數 那目前他們就在立法院召開了記者會 那他們表示說 這個倒閣結束了 下一步就是要來罷馬 因為這根本是馬義凌駕了民意 那麼他們也明確做出了指示 目前最新他們不會再參加任何的朝野協商 也就是之後 國民黨跟民進黨有任何這個爭議法案的時候 民進黨不會再主動參加朝野協商 讓這個法案繼續擱置 也算是一種消極的抵抗 那麼稍晚在民進黨黨中央也會來舉行記者會 針對今天整個倒閣案 這個不如預期來做出聲明 以上一次立法院自新狀況 先進頭再哄你直播 好 我們謝謝記者邱聖文 但我們看到立法院的最新反應 看到又是民進黨的大黨編 柯建民開記者會告訴大家 今天倒閣案沒有成功 但下一步就要來罷免馬英九總統 那麼高志鵬也說到了 以後要消極的不參加任何的協商 趕快請教紀委員 所以接下來的立法院依舊會上的亂 這樣不夠聰明 包括不讓江英華上台 我覺得今天倒閣案不成功 然後藉著這個機會下台 下台階 反而是一個非常好的原點 看他們不願意 坦白講你阻止江英華上台 是一種戰略上是一種激樂 就是食之無畏 棄之可惜 他不上台又怎麼樣 不上台 錯在民進黨 你看這段時間以來 對民進黨指責反而生態越來越高 所以其實他們裡面 有自知是覺得不聰明的 第二點就是說 他們講說倒閣不是數學 不是化學 我覺得是物理 怎麼樣 物質不滅定律 就是不會滅定律 你們多少就多少 連不要都增加一起 我們那些助理看完一下說 連飛一隻蚊子過去都不會了 所以我是建立是這樣子的 借這個機會好好好才會坐下來談談 他們不願意談 還要消極立派 也不要認為說他們現在是挺王 大家認為說他挺王 不是挺王 他們是利用王金平院長來打擊國民黨 是利用你們內部自己的矛盾 就像美國過去在一次二次世界大戰一樣 你戰爭都在別的國家領土 你們美國當然是沒有受到損傷 這個情況是一樣 你整個鬥爭也好 或是整個之間充值在國民黨內部 民黨當然沒有損傷 所以他這是得分 可是得分他不好好珍惜 結果他講說你看馬上翻臉說 馬王相見好像是全世界在看笑話 我問你今天國慶是我們憲政國家的生日 你叫馬王不要同台 他不然要去一個嗎 還是兩個都不去 還是兩個去那邊打架 當然去那邊 我說怨偶 如果說一對怨偶 他的子女要成為 你要笑一下 對不對 所以顯然蘇貞昌利用國慶的提出倒閣 本身就是一個最不懂的人情意義的人 好 那現在要爸媽 好 要爸媽了 對不起 補充 爸媽不可能 四分之一提案三分之二的立委同意 比倒閣更難 對 他門檻是更高的 但現在還是要喊 要喊爽 是 其實爸媽就是又回到民進黨原來的口號 對 那你不然透過立法院或透過連署 都是困難重重的工作 不過也是一個下台階 但是因為民進黨黨團像高齒鵬委員他們講說 他們就消極不協商了 對 不協商 這個是關鍵 就是你做得到做不到 很簡單一件事情 他有960幾萬勞工在關係一件事情 也就是勞保年金的財務改革 這件事情民進黨可以不跟國民黨協商嗎 做得到嗎 民進黨就算你可以提出更好的版本 你不透過協商你在立法院過得了嗎 如果你對行政院所提的版本有意見 你透過你現有的這四十幾個席式 你能夠修改這些法規嗎 這些預算案或者法律案嗎 也就是說協商這件事情 民進黨這個時候要做的事情 不是急著喊口號 不要做七概四的反應 民進黨這個時候應該要沉澱下來 想想自己該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表現得比國民黨更好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民進黨2000年的民進黨 所有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表現 他把在立法院的所有的表現 都比國民黨的更好 那個時候的民氣 就會走到民進黨這邊來 是好 現在顯然不是錯這樣想 所以剛剛東豪是用膝蓋式的反應 立刻很嗆聲告訴你 那我要繼續的要進行 發明的是 罷免馬英九總統了 因為之前講現在要做 那麼彈劾什麼時候做 我們再拭目以待 但重點是 所做的都不是全民之福的決定 這就是民進黨 我們待會回來